中华队昨天在U12世界杯少棒赛对战南非 以12比0提前五局击败对手 预赛三胜一败 在A组确定和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晋级赴赛 今天晚上在预赛的最后一战将会对上意大利 一开赛就超出那野安打带起攻势 队长陈恩担任开路先锋 面对南非小将 台湾打线三支安打串联 让陈恩率先跑回一分 第四棒的吕冠线敲出中间方向内野安打 送回一分 截续叶书维也用高飞牺牲打贡献一分打点 一局上半中华队就冠下了三分 二三局中华队都各进账一分 四局上南非守备出现了多次失误 让中华队持续扩大优势 再攻下了四分大局 除了先发投手柯绍杰和中继投手邱云周 两人联手绞出吴安打比赛 打线局局也都有分数进正 五局上中华队在攻下了三分 双方相差十二分 提前在五局以十二比零收下了胜利 南非在U十二前三场预赛都被对手四局扣倒 但仍开心享受比赛 中华队则与预赛三胜一败的成绩 确定晋级赴赛 而今晚预赛最后一战将对上意大利 记者 珠方之物提倡 综合报道